那我们现在介绍新的Train Pocket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你看我们说多了两个棒局的一个设定 如果我们比较 当你放的棒数比较小 或是攻击数比较小的配重的时候 它会可能会摇晃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棒局这样扣上来 那它搭配我们的 的悬吊的话 你看到我们拆卸 那在我们的部分 我们上下孔都是属于三孔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去做拆装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都可以穿过来 这是符合两寸的纸袋 那穿过来之后 如果你要做浮动的话 你可以这样去做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做 你今天你想要做固定式的话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追加一个日子扣 然后去做固定 固定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 三孔是可以做固定的 然后一样 然后我们从 穿固定 这边的话 三孔是可以做固定的 然后一样的部分 你会做快速的穿插 然后一样的部分 你会做快速的穿插 所以你在配重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 快速的一个去做 那这边如果 你其他应用 你可以把棒局做小一点的话 你可以 尝外在家可以做 哦 不挂在外面 包包的外面 在固定做 嗯